最后再一个小小分享就是我去跟 最后再一个小小分享就是我现场去跟一个灯光师 就是灯光头去聊个天 聊个几十分钟嘛 就聊还蛮多了 就变成他给我一个新的就是平常没有听到的咨询 最后再来一个小分享就是我去跟灯光头 灯光师啦 就聊个十几分钟吧 就聊还蛮多东西的 变成他说灯光就主要是辅助摄影 就不是灯光自己一个组 然后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也不用任何灯光设计 他说他没有在灯光设计的 就主要是灯光是听摄影需要什么东西 摄影想要有什么样的感觉 是摄影那边去指引灯光组 而不是灯光组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这我觉得还蛮酷的 就变成我们觉得灯光组在台湾 好像是一个跳脱 就是剧组的一个神奇的东西 变成灯光组好像就是 不管别人在做什么 然后自己打自己的灯自己爽 这样子我觉得还蛮神奇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好的状态 就理论上是灯光跟摄影其实是同一组的 就是我们要一起讨论 然后看看我们要怎么去创造 我们想要的感觉 氛围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感觉 那他也有说 可能每一个摄影师有对灯光的不同喜好 可能有的摄影师喜欢HMI 有的可能还喜欢Tongston 那灯光师就要尽可能去符合他们喜欢的感觉 对 这还蛮酷的啦 就 Extended Reality Studio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Extended Reality Studio的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赞订阅我的频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